演藝界當中許許多多人 都是那所有媒體目光的焦點 對… 這讓我想到誰 吳祺龍跟許若萱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好青春喔 小二哥只喝了一些 周爸爸很好笑 對… 多好笑 過來給我親一個 好 來 開 好快點 這個要給電視台的 未來大明星 她是甜美小蘿莉 也是狂野小辣椒 一起來歡迎蕭宇 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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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 給大家問候一下蕭瑩 大家好 我是蕭瑩 來來來來鼓勵一下 好大聲喔 好 一時の日か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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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歌載舞 節拍全在點中 1998年五歲的蕭瑩 因為模仿安室奈美會一句成名 受封台版小安室奈美會稱號 節目製作人王君 視她為明日之星 簽下經濟約 成為妥宗康的超迷你學妹 蕭瑩出道第一部電影 由國片大導演朱炎平操刀 請來重量級明星 蕭瑩妳是我的誰 小女朋友 那大女朋友是誰 你不要亂講 當年蕭瑩甚至在棚內親眼目睹了 吳其龍和許若瑄拍攝永穩親密戲 每當媒體問起時 蕭瑩還因此被視為兩人的代言人 蕭瑩姐姐我們談戀愛 嗯 有 蕭瑩妳不要亂講話 人小鬼大的Q萌模樣 讓她人氣發燒 每次演出就像明星收割機 除了吳其龍 許若瑄 蕭瑩還曾飾演知名港星 曾志偉的乾女兒 就連蘇永鵬也當過她的爸爸 蕭瑩還曾受邀走過兩次 金鐘紅毯當引言人 整個小學六年 蕭瑩總共演過十部電視劇 三部電影 還曾加入真紅家族出專輯 卻在國小必演後 突然銷售逆跡 算一算蕭瑩出道至今22年了 這位小童心如今究竟在何方 聽說蕭瑩很常在這邊生活 她很常在這邊 好像在工作什麼的吧 就在這裡 地下室 蕭瑩在嗎 採訪團隊透過多方打聽 我們終於找到小童心蕭瑩的所在 這個地下室的小空間 就是她平常的練習室 我那時候才五歲 然後其實不是我家人 幫我報名那個小時候的節目 是我乾媽 她就覺得喜歡唱跳嘛 就幫我報名 那時候最紅的就是有 Coco李文還是徐懷鈺 然後我就想了一下 雖然才五歲 但是我想了一下 然後我就經過我們家的那個書店 然後就看到安市那時候 然後我就覺得這女生好漂亮 好有魅力喔 就好可愛喔 就跟我媽講說我要模仿她 媽媽今天在哪裡啊 在那裡 媽媽跳得厲害的嘛 五歲小女孩 誤打誤撞踏進演藝圈 媽媽辭去鋼琴老師的工作 陪著蕭瑩往返高雄台北 拍戲跑通告 有一次還看到劉德華 然後我就說我要跟她拍照 然後就請主導 就是介紹一下 然後就放到她的大腿上面 然後我就拍照 然後把她印成馬克杯 為了節省車程 蕭瑩和媽媽更從高雄搬到台北 沒想到遇到國片低潮 加上國高中課業壓力 只能選擇消失在螢幕前 對 是世新大學這邊 世新大學 OK 不過早八的課其實都開在這邊了 哇這就是每個圖文全部學習的夢 對 欸其實現在爬起來也蠻長的 謝謝 好久沒來了 這個味道都一樣欸 怎麼連味道都一樣 你們年輕五歲 哇 我不要做第一個 比較晚來就得做第一個 我覺得 因為我那時候還沒有改名叫蕭瑩 但是那個認已經不是說看到你這個人 然後記得你是誰 是聽到名字 因為我長大 系數常常被同學認出來的事蹟 他說有一年國中最誇張 曾被誤會是 身價好幾億 代理日本化妝品進行台灣 還開了連鎖餐廳的麻布茶房 董事長千金 原來這位麻布千金也叫做蕭瑩 所以他自己會腦補那個狀態 欸蕭瑩長大是不是這個樣子 那時候他們好像是有八位千金 一起出來的 所以我印象是這樣子沒有錯 所以常常那時候看到他們 可能會上一些什麼綜藝節目 或者是有報章雜誌的採訪 對啊 但那時候我是一個學生 你以為有人家誤會 會 以為我是千金 反正說沒有 我本來收起家 蕭瑩是家裡的獨孫女 媽媽是鋼琴老師 在高雄頗具名氣 爸爸則是高雄古山區的資深警官 心理上充滿了恨意 產生這個在蝦瑩裡面的縱風 他後來到最後是到兩線三 對 但他很少跟我講 他到底是在做什麼職位 跟工作內容到底是什麼 他覺得公事不可以跟家人談 他要保密 不會管我嚴格 對他就希望我開心的發展 蕭瑩國小畢業後 和媽媽在台北定居 爸爸因為工作得留在高雄 但每到放假 一定北上和女兒太太聊聊天 再搭夜車返回高雄 但是他就是很寵愛我 真的是很寵的那一種 他曾經把悠遊卡 就是悠遊卡最大面額 可以加值到一萬塊 實在是我朋友看到那個錢 說你還有七千多 我說嗯 我爸剛加值 就怕我想說會不夠用在台北 是不是會冷到會餓到啊 如同多數社會新鮮人 蕭瑩大學畢業後 面對未來茫然無錯 長大的他想重回演藝圈 但觀眾早已忘了他 去年去買電影跳的時候 在訪問 有一次是從那個內湖的Costco出來 然後我就提黃檸檬 提很大膽 然後就有記者說 欸可以採訪一下嗎小姐 我說啊 他說請問你來這邊幹嘛 我說買黃檸檬 他說你從哪裡來 我說我從公館 他說你是從苗栗的公館嗎 我說呃 我是從台大對面的公館 我講好戲喔 以前可能是小時候 然後這樣採訪問我事情 現在採訪都是我去買東西的時候被採訪 剛大學畢業鑽庭導演就找我去客串了一下大尾姆媽二 來 歡迎蕭瑩 大家好 我是蕭瑩 現在改名稱蕭瑋希 第一場戲拍完之後我就會覺得 嗯 我還是很喜歡這種感覺 然後那時候也遇到蠻多人會覺得 其實小時候玩完就好了 你不要就是把它當成一個職業來看 你可能會很辛苦 所以那時候我就會很迷惘 然後就會不知道該怎麼下手 所以後來就跑去日本遊學了一下 然後才遇到我 就是我的表演老師 汪衛蓮先生 然後他就把我帶到劇場 然後就發現 哇 打開另外一個世界的感覺 我會做不只是表演這件事情 我喜歡研究做菜 然後也喜歡拍照啊還是畫畫 所以其實我對藝術這一塊也很有興趣 這些東西對我來講都是一種表演 我都會很喜歡 都是一種呈現 應該是講呈現會很好 成就我自己也好 成就我喜歡的事情也好 對啊 跟表演一樣 揮揮手和同心光環說再見 如同拋開枷鎖 蕭宇借著改名從舞台劇扎根 多方涉獵不局限自我 名氣雖然不比過去 對她來說未來的藍圖 卻比過往無比寬廣 欸 森美姐 看完了這段報導 你變我 我以為是吳其龍跟那個 徐若萱的床戲 沒有 九眼片裡面都沒有 人家小時候的照片 不是很漂亮嗎 又不是徐若萱小時候 其實呢 我們為什麼要從前面凱凱 來講到這一段蕭穎的故事 蕭穎真的好可愛 我記得我們之前 我們龍捲風有常常提到 當時朱顏平導演的一系列的軍教片 然後這當中有一部叫做狗蛋大兵 當時也很轟動 為什麼呢 因為他啟用了很多的小演員 那我們今天要講這個小可愛 蕭穎也就是那其中的一個 他很可愛喔 他很小的時候 他就會模仿安世奈美會 這麼厲害 你知道那個唱 你看那個我們旁邊的影片 他跟朱導演有沒有 導演還叫他有沒有 小蘿莉來親 結果導演還故意把他臉轉過來 然後你看這個小蘿莉好可愛喔 他就是我們在這個影片當中 要介紹這個小童星叫蕭穎 那為什麼會提到 像吳其龍 許若萱是因為 他們當時合作一個電影 你知道小童星最天真可愛 就是他不會說謊 所以當時當年 都是說真話 小朋友當然都說實話的 可是當時就有問說 就懷疑吳其龍跟徐若萱 根本就是私底下 偷偷談戀愛了 但是他們都不承認 結果一問了這個小童星 就露線了 他總說 有沒有談戀愛 有 哎呀呀 哎呀呀 小孩不會說謊的 沒有 當你沒有看 徐若萱都嚇死了 對 不要亂說 不要亂說喔 結果小孩子 還是把心裡的話 給講出去了 這麼一講就糟了 可是呢我覺得新的一年 要給大家一些新的感受 我覺得蕭影蠻棒的 因為他後來也沒有 繼續再演戲了 他就做自己 包括做一些飾品啊 包括去舞台劇啊 他覺得做自己比較重要 可是一般來說 很多的小童星 其實到後來 他因為有那個 美光燈的光環之下 他們常常會心裡面 泄不下來 到後來反而自己 心裡面造成另外一面的負擔 是啊 對啊 所以為什麼從前面 凱凱講到蕭影 我覺得很棒的是 他們都是在那種 人生的轉類點當中 就覺得說 我要繼續這樣演下去嗎 也就擔心就是說 大家會覺得 她已經不是小時候 那樣子了 但是你看啊 其實蕭影長大之後啊 我覺得有另外一個 文青女孩的那種味道 你說她可以活得像她自己 她做的飾品很棒喔 她不會被那個 以前的那種光環給包覆著 變成一個負擔 對啊 觀眾朋友 各位粉絲 我們直播的大家 不是所有人都跟小燕姐一樣 可以縱橫這個演藝圈 小燕姐不得了耶 記不記得 我們要講 你這樣講就知道年紀了 小燕姐那個很小的時候 各位記得嗎 我跟你年紀還是有差的 我只知道她很小的時候 18歲而已嘛 很多 其實有很多很成功的這些藝人 他們都是很小很小的時候 就在演藝圈裡面 這樣慢慢長大 可是你很難想像 她要承受的壓力超過我們千萬倍 對 沒錯 我覺得要多給她們鼓勵 對啊 像小燕姐能夠變成大姐大 經歷在我演藝界這麼幾十年下來 其實這當中 起起落落 跟包含這個美光燈的亮跟席調 這些部分來說 她們的心裡面的承擔 跟她們的負荷來說 其實都非常的大 是啊 真是我們難以想像的 不過 剛剛看到蕭穎 覺得很棒 我都好想去買她那個耳環的飾品 好厲害 都是她設計的 而且都獨創的 所以你會看到的 有不同的東西出來 而且絕對不會有相同的東西出現 因為每一個都是她的創意在那其中 什麼時候公布一下 你小時候拍的那個廣告的影片 還在問我小時候 欸